你跟布冉遵守 当众话听关系就好 你觉得我会答应吗 你要不肯照着我说的错 我会把陆明女曾经 抛弃弃子的旧文大吵热吵 杨幂 你有没有发现 中午布冉和陆总 是一起离开公司的 布冉现在是一家人 已经不是秘密了 你说说那陆总的妹妹 怎么就没有个反应呢 你希望思琪有什么反应 来公司和陆总大吵一架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着 怎么着也得出来个人 劝劝陆总不是 不能让布冉一个人 当品上的女主人啊 而且老板和员工谈恋爱 那可是会影响工作的 布冉怎么会有那么多公司 明令禁止办公室恋情啊 布冉为了公司 立了不少功了 并且我当秘书的 怎么好去挑拨离间 老板和妹妹的关系 你早就被布冉公关了 是不是 当我秘书 标志全是 你个人 快去 喂 哪位 不紫琪 我是你哥哥 只不做到这样 我也就发现你了 我也就发现你了 下 pointing 不然 你先回去工作吧 出什么车了 有人给我打电话 说是我亲哥 还知道我的身份 要跟我见面 是爸爸一直在找的那个人吗 现在还不确定 不知道是真是假 爸爸找了这么久 他都没有出现 不管怎么样 我先去会会他 好 那 别担心 老板 他说看到你弄面 不肯见面了 陆总 喂 你是谁 怎么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我是一鸣财啊 是你打的电话 什么电话 莫不是陆总在我打这通电话之前 已经知道陆明宇如假包裁的真儿子出现了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我呢 想要的不多 应该不然遵守 当众话听关系就好 你觉得我会答应吗 你要不肯照着我说的做 不会把陆明宇曾经抛弃弃子的旧文大吵热吵 有了陆明宇儿子的现身说法 你也别想能够封锁新闻 你说这事 对你妹妹陆总是起的刺激 明年不小吧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谢谢大家